那时的美国人通过这条长街 看到了那个遥远和陌生的国度 在阿特金斯和其他西方随行记者的镜头中 除了长安街外 另一个焦点就是北京动物园的熊猫馆 这里是尼克松夫人最为喜爱的地方 尼克松夫人在北京的参观项目里面 我们提了好多项 几乎都变了 这个不去 那个不去 这个改成这个 那个改成那个 但是去北京动物园熊猫馆 从一开始谈的诚意 一直到最后没改变过 而且更多强调要让他多看看 让他照照相 让他喂喂食 我们就也把这些情况都如实地给周总理汇报 对于美方这种明显的外交暗示 中方并未回应 很快 访问即将结束 周恩来总理设宴践行 结束之前 总理就给坐到他旁边的尼克松夫人说了几句话 我们现在这个饲养的熊猫也很有限 但是呢我们非常理解美国人民 尤其是美国儿童非常喜欢有一对这个熊猫 最后我们政府决定赠送一对熊猫给美国 他马上就传话给尼克松总统坐在他旁边 这个尼克松总统也大吃一惊 马上又传给主作上的这个什么 基辛格博士拉罗基斯拉几个头头脑 当时布尔同一起站起来举杯 为这个中国政府赠送这样的最珍贵的理由 表示感谢 熊猫外交成为世界外交史上充满创意和传奇色彩的佳话 1972年9月 日本首相田中角龙来到北京 担任翻译工作的贾慧轩女士 从此结识了田中先生 时隔多年他出访日本 田中角龙向他说起了那次访华时 自己心里曾有的忐忑 他说因为过去我们对中国不了解 因为这个价值观不一样 共产党的国家可能很难办事 如果我去了这个中国呢 贪不好 我就回东京 结果呢 接住了这个周恩来先生 使我就感到非常有信任感 在田中和许多外国政要眼中 周恩来是一位真诚热情 让人能感到温暖和放松的老人 然而因为一句话 这位慈祥的长者和田中叫起真来 在一次公开场合 田中在形容日本军国主义 对中国的侵犯时 用了添麻烦这样的词语 周总理很风气地说 您说这个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给中国造成了那么大的损伤 也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您只用了一个给中国添了麻烦 这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而且呢 在我们的理解里边给添了麻烦 也只不过是稍不注意 把一杯水洒在女士的裙子上了 给你道歉 对不起 这不行的 立场鲜明 却又灵活务实的周恩来 赢得了对手的尊重 1972年 中日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宣告中日两国关系走向正常 并正式建立起外交关系 在冷战铁幕依旧森严的 上世纪70年代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 已经以高瞻远瞩的视野 开始了突破冷战思维 重建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宝贵探索 为之后中国开放图强 进一步拓展国际空间 奠定了坚实而影响深远的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注定是共和国历史上 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份 十里长街 三宋伟人 长安街被淹没在悲伤的泪水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很少有一年像1976年这般 凝聚了民族的伤痛与挫折 让祸不单行这个古语 成为残酷的现实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也很少有一年像1976年这般 在国家命运的峰回路转之间 彰显出民族的不屈 体现着历史的公正 1977年的一天 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小个子 重新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邓小平在经历了 三起三落的政坛起伏后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掌声中 重回政治舞台 1977年底 在邓小平立主之下 中断了11年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恢复起来 在高考的历史上 那是唯一一次冬季考试 西长安街南面的中央音乐学院 和华夏大地上的许多高等院校一样 在1978年迎来了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新生 与其他院校不同的是 音乐学院当年招收了不少少年学员 那时候的电影工作者 为我们留下了 关于这些小月童们的 宝贵影像资料 这位小朋友叫吕思青 八岁 家在青岛 是这次破格录取的最小学员 看他学习文化 还抓得挺紧呢 1977年12月 邓小平在一次接待外宾的谈话中 自豪地说 我们有个七岁的娃娃 已经能拉外国的小提琴取 李思青 就是当年被小平同志夸赞的那个孩子 是这座著名学府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学生 1987年 他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小提琴艺术最高奖 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东方人 今天 他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小提琴家 徐维玲 也是在1977年 从家乡上海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毕业后几经辗转 今天在母校执教 他们这一代 今天已经成为中国音乐界的中间力量 1977年12月 有30万人和徐维玲一样 通过自己的努力被高等院校录取 这其中包括以下这些熟悉的名字 李克强 一中天